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卫生间洗手池下水管道的维护和安装 我们今天需要用到的材料呢 一个叫做plumber's putty 这种呢国内可能是叫油灰 还有一个就是这种胶带叫做thread seal tape 我们今天的这个这个洗手池呢 它有一个pop-up drain 我们就先从下面把这个pop-up drain给拆掉 我们要从这个下边把这个地方给拆开 先拿掉 这上面这个那个杆就可以去掉了 这个可以去掉了 我们然后呢 把这个要给它连着盖 这个有连杆的这个地方要把它给卸掉 这个拆掉了 然后呢我们把下边这个这个U型管要拆掉 下边要放一个接水的东西免得有这个水露出来 这个U型管呢一般来讲是用手就可以给它拆掉的 上一次有一个朋友打电话问我 说家里的这个U型管下边可能是堵了 问我要需不需要用管子钱 这个请大家一定注意 这个东西一般用手就可以拧掉的 您如果是实在是很久没有用的话 需要用工具的话也一定要很注意 不要把它给拧坏了 下面我就把这个给拧下来 拧这个的时候注意 拧这个的时候注意 这上边这儿还有一个接头 这个两个都要把它给卸下来 好了我刚才把这个U型管已经卸掉了 大家可以大家可以看到 他这个安装前本来是这个样子 现在拆开以后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我现在需要从上面开始把它给拆下来 这个地方就可以拆掉了 我现在把这上面的这个这个接头 还有下边连着下边那个连杆的这个泡泡坠都给拆开了 我们现在第一步呢 要把要把这个洗手池下水的这个地方 要把它擦干净 以前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plumers patty就留在这里 这个地方一定要把它抹干净 否则可能会有漏水的情况存在 好了我现在把这个洗手池里边这个孔擦了 仔细的擦了一遍 我把这个接口的地方也也非常认真的擦了一遍 然后呢现在我们就需要在这个位置 放上一圈这个plumers patty plumers patty呢 要要把它拿出来以后搓成一个条 然后放在这样的放在这边这一圈 我刚刚用了一些这个plumers patty 搓成了条把它放在了这个接口这个位置 然后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装上去 装上去的时候呢把它放在 在这个孔的这个位置 然后往下压压紧 这时候呢会有一些plumers patty 会有一些会压出来一些 待会把它给清掉就好了 一定要保证会有一些出来 我放的可能是稍微有点多 但是没关系 一定要保证会有一些plumers patty出来 这样才能够密封紧 那拆下来的这一部分的这个下水管道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有螺丝的地方 我们要把它重新缠上止水胶带 这下面这一部分还挺长的 要重新缠一下 好了我刚才用防水带 把这个下水管的这上面这有螺丝的地方 都给它缠上了 重新缠上了 然后呢我们下面把这个 最最上面的这个橡胶胶圈把它擦一下擦干净 就可以往上装了 重新往上安装的时候呢 这上面这个胶圈 是这个小的在上面 下面的大的在下面 然后呢要这样尽可能的顶住 顶住往上以后 这个地方要安上 然后呢现在因为这是固定不住的 要把下面这个油行管也装上才行 现在呢就可以把所有该拧紧的地方 就都拧紧了 这些地方把它上紧 下边的也要把它拧紧 这时候要注意呢 这个口要对着正后方 因为它要接着这个 回头接着这个POO 叫做POP UP 把它上紧 好了 下面呢我们就来安装这个POP UP这一部分 这上面的这一部分呢 要注意把它安装的时候 要把这个孔一定要对着正后边 大家可以看到 我把它按着对着正后边的这个部分 装进去 然后呢一定要保证下边这个 这个叫做BALL ROAD 一定要保证这个这个头要能插到那个孔里边去 现在试一下 好了我刚才试了一下 这个BALL ROAD的这个头部已经插到刚才那个上面那个POP UP那个部分的孔里边去了 这样的话可以把它展示上紧 不能太紧 然后呢 把这个弹簧片的一端插到这个BALL ROAD里边 然后接上面这个部分 这部分呢 它上面有有有几个孔 它是用来调节的 我们先把它放到中间这个孔 然后把这边这个弹簧片上去 好这样连接 暂时就算连接好了 一会需要调整的话再调整 我们把这个稍微上紧一点点 注意不要不要把它拧得过紧 甚至拧坏了 基本上这些东西 就是用手稍微稍微使点劲都可以完成 用两只手在上面试一下 这个POP UP这个两杆的这个高度 看看合适不合适 如果合适的话 把这上面这个连接的这个螺栓 这个螺栓把它拧紧 把这个杆拧紧 这边看感觉拧紧了 好 然后再试一下 这个看看这个高度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高度 好 现在就可以了 我们再试一下这个POP UP的这个效果 拉起来 好 可以了 我们把水池里 这个POP UP的多余的部分 把它给擦掉 擦干净 把水池擦干净 然后呢 在水槽的下面 我们放一个盒子 现在我们就可以试一下 漏不漏水了 好 我们现在可以开水 然后检查一下 这些地方有没有漏水 好 没有漏水 我们这个事情就算完成了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